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电影名字叫做穿着牛仔裤的钟馗 故事一开始,男主大壮仍高马大为人害后正义 身为警察的他也总是充满了自信和正义感 大壮有一位妻子小翠 小翠长得貌美如花并且已经有了9个月的身孕 这天大壮陪着小翠去缠间 可路上却知道电话正有一伙强匪在打击银行 无奈之下大壮正好抛下小翠赶去银行那边 正让夫妻两人闹出了不愉快 大壮赶来之后警方迅速占了上风 而劫匪在面对大壮时明显力不从心 就顺手从旁边抓了一个女孩小雯作为人质 几个劫匪带着小雯逃到了一旁的工地 过程中绑匪一不小心被手里的钱袋子绊倒 小雯顺势拿着钱顺利的逃了出来 大壮瞅准时机,一举将劫匪抓获 本来皆大欢喜,可他们没有注意到的是 还有一个劫匪偷偷躲到了旁边工地机械的驾驶舱 就这样大壮被工地重物压在了地下 晚上半随着电闪雷鸣 一道闪电劈中了大壮身上的重物 大壮好似得到了超能力一般 直接从几百斤的钢筋中站了起来 他变得力大无穷,三两下地解决了劫匪 过程中,他的身体被钢筋刺出一个窟窿 却丝毫感觉不到疼痛 大壮察觉到了自身的异常 他不知道自己是死是活 可为了看未出世的孩子一眼 大壮决定先回家陪在老婆身边 回家后,老婆小翠将早已煮好的汤面端给大壮 大壮狼吞虎咽地吃下 结果面条全部都从肚子上的窟窿里露了出来 没办法,大壮只能将面条全部都抠出来 重新盛在碗里 然后用巧克力酱将肚子堵住 正好这时,大壮的搭档来串门 大壮见面条也不能浪费 就直接端给了搭档吃 第二天一大早 小翠在床上没看到丈夫的身影 正疑惑着起床去衣柜里想找衣服换上 哪能想到大壮竟然在衣柜里睡了一夜 大壮说外面阳光刺眼照在身上很难受 所以躲进了柜子 不一会儿,大壮的搭档赶到了大壮家 声称他们找到了小文的下落 与此同时,绑匪也得知了这个消息 他们提前一步找到小文 并逼迫他交出钱财 很快警方也火急火燎地赶到 两个绑匪开始了交战 然而由于大壮的不死之身 劫非很快就再次败下了阵来 画面一转来到了大壮的生日 大家哄哄哄哄地为大壮办了一个生日宴 可等吹蜡烛的时候 他们发现大壮无论怎么吹蜡烛都不会熄灭 并且他的手还能把火苗拿起来 原来现在的大壮已经是一个活死人了 剩下的只有一个躯壳 根本闯不出火人的洋气 几天后,劫匪设计帮揍了小翠 威胁大壮拿钱来赎人 大壮为了妻子和未出世的孩子 单枪匹马跑到了劫匪的老窝 经过一番交战 大壮顺利地干倒了所有人 当然他自己伤得也不轻 在这样的情况下 偏偏小翠又要生产了 剩下孩子的那一颗 小翠虚弱地抱着孩子走上前来 而大壮终于看到了自己的孩子 完成心理